贾南风是晋朝初期的重要人物 他是贾冲的女儿 后来成为晋惠帝司马忠的皇后 他在宫中掌握大权 联系名流和结交宗室 司马忠智力不足 因此政权实际上落到了贾南风手中 贾南风不择手段诬陷太子叛乱将他废除 后来赵王司马伦借助孙秀的计谋 发动叛乱推翻了贾南风将他囚禁在金庸城 最终被处决 贾南风的专制统治和阴谋导致了八王之乱的爆发 使中国陷入了长达三百多年的分裂局面